好像还没有做过一期木杆的笔 木材是作为比较常见的一个制笔材料 在大部分的文具中均有采用 这即便单独讲一支木杆的钢笔 如果要在钢笔中找某一个款型木杆最丰富的 可能有几个备选 比如说水人油man100 司翼写的有新老两代的名木系列 3776的木杆中屋的木杆 微博下的直爵和Classic 其他木材的笔也不少 但是并非是以丰富的木材作为一个卖点的 这其中个人觉得素质不错的是man100司翼 然后中屋和直爵都还行 而喜乐的老款就23k还有18k 新款的名木木质处理太差了 太独立开的属于个人强烈不推荐的范畴 这一期的主角是水人的man100黑檀木 作为man100木材中数量最多价格最低的一款 在保留了man100绝大多数特点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木材材料的一个特点 man100的包装普遍比较豪华 深蓝色以及白色作为一个设计的主色调 装饰上是金色的一个花纹 放的现在也是很有诚意的包装 上层为笔 标签 下层 维莫囊 西莫西说明书质保卡等 由于man100个人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而且还将会有很多期 因为man100有代表现代感子太丰富了 所以笔介绍的内容会很快理一下 这几只黑檀木的天官都是法航顶 但是法航顶其实也属于比较常见的天官之一 镂空的剑形的一个笔架 经典的一个插把帽 加上点缀的多重的一个金环 整笔看上去虽然很简单 但是比例协调出戏适中 笔架为全字简为中器的一个man100笔架 90年代左右的一个宽形 部分后期的黑檀木是配有地球镜的 而木质比最大的特点 便在于使用的一个木材 比如说黑檀木木质比较坚硬 纹理比较丰富 耐磨耐腐蚀 是比较好的一个钢皮材料 man100的木质加工比较简单 部分木材有压实 然后刷油 主要是防虫防腐的一个处理 而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摆了的大河马木 就是滑木压实在油镜一个处理 除了在刀具上文具上还有一些家具上都有使用 但是像这种大河马木就已经 基本上是塑料的一个性能了 但是它还是有木材的手感 而木材的优点就是使用起来温和 很温润 特别是在大冬天 摸到一些金属感的笔的话 就感觉手感冰凉的 但是木材的话就温和很多 同样也具有一些弹性握持的话 比塑料杆子舒服不少 man100在木材上最大的与其他木质比的区别就是 man100的笔握部分也是木质的 这一点在钢笔上很罕见 因为笔握部分是要升金墨水瓶的 特别是碰到一些臭名昭著的墨水 是有严重的染色风险的 而且笔握是握笔最多的一个部位 也是我们皮肤直觉最敏感的部位 所以这部分用木质的话 它手感是最棒的 但是对比金染色的风险 只能说是有利有弊了 而黑毯木的部族也有 因为它木质气孔比较大 木纹比较粗犷 而且有一点点乱 很容易接纳污垢 整体颜色也很深沉 颜值和一些其他木材 比起来还是有差距 特别是在照片下的一个黑毯木 很容易就是一团黑的 同时木材的尾部的金环 比起树枝款的金环 更容易一个脱落 不过这个也好解决 大力出奇迹怼上去就行了 此外man100常见的脱度问题 也会发生 就比如说这里是笔握的脱度 总在说木质man100 虽然不是木笔中 压笔最高的 但是在实用性和视觉效果上 做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而且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man100的木头到现在保存的比较好 所以他木头做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man100木笔除了价格 有点混乱 是以致我个人觉得比较优秀的笔 我开说木质的笔